四十年不论是你爷爷的错 你现在如果不论出来的话 你的祖宗会说你现在犯的大错 我来自中国大陆 今年四十八岁 我是生产的苏北一个小镇 苏北小镇是全国著名的高考之乡 也像自己很穿苦涂出来的 当时正好中国享受的人口公立 和国民有机会加入世贸体制 在全球的整个的 对中国也是比较友好 但当时对我们刚刚毕业决生来讲 我们觉得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奋斗 2011年左右 中国大力的鼓励这个民营企业上市 然后对我来讲的话 我们也结合自己的跨物企业背景的经验 我们专注了这个前进 成立了自己的私募基金 专注于说是中国民营企业的 这个创新发展 曾经管理的规模 超过了领域五十亿以上 第一股的时刻就是 这几年了 你现在开始呢 一开始只是我们看到的 看到的一股浪在退去 整个国家上面的 整个社会上面的 这个管控 一定有更加强 那么现在的话呢 在可以到了一个 不水难收的一个境界 中国把这个疫情的扩大法 那么导致了很多企业 其实在过去的两三年中 他们争取了很多的磨难 原来想的 总是以为 今天是最长的一天了 明天会好 结果发现明天可能比今天更长 这是中国的 套称是一个为民营服务的家族 那其实 赵家人们还是控制了 各行在里面买 这些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你不是财富运用者 你是财富代持者 就好像我的祖辈一样 这钱不是你的 我只是让你放你口袋里 想找你拿过来 那太多了 我们在圈里面有著名的一句话 就是生意在刑法里面 就是你的任何生意机会 刑法都可以 中国都可以来找你 让你这个 把钱交出来 原来外汇管制 可能还有各种方式可以出来 那现在是 必须把这些钱留在国内 是吧 因为你这些钱 将来都是被累责的对象 因为我们的财政亏空这么大 这些钱从哪来呢 存在在经济阶级的口袋里 很简单 敲一下来 敲一下你门 你就把钱交出来 想通了以后 如果再不走了 那基本上就带在高点 所以为什么现在 这个论子变成一门学问了 变成一门哲学 它是又有理论 又有用 又有这种实行办法 我是温哥 晚期出生 所以我的爷爷奶奶外外婆 我都没有见过 他们就是那种 典型的1949年 没有认出局 在1949年的时候 他们都是 又不定加益的 又加产的 被中共定义成地主的家庭 他们当时选择了 相信宣传 留了下来 但是在三反五反中 造出了膜带 在大激动中 造出了膜带 在文章中 又造出了膜带 最近可能往上有一段 算是致命多数的话 四十年不论 是你爷爷的错 你现在如果不论出来的话 你的子孙会说 你现在犯的大错 对 如果你还有子孙的话 你应该去换个人的 看来 你应该去换个人的 是你 对 你应该去换个人的